明天公平走一走 我们来坐一下 坐一下 哈喽美女娘 哎哎哎哎 坐下坐下 我不是坏人 我是做节目的 就坐 我知道你不是坏人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聊两句互动一下啊 聊两句啊 对对对对 哎呀你没干什么 没事你坐着坐着坐 你们那是啥子 YY户外直播 我是一个知名网红叫小马哥 哎呀对对对对 回来 我没有点害羞啊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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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跟你讲 你跟我互动就是说 我现在是几十万人的现场 在做一个互动 你不要害怕 吃我重庆 哎呦呦呦不要泡 不要泡 是不是我重庆妹子呢 啊 是不是我重庆妹子 是重庆妹子 对了我 重庆妹子怎么可以那么胆小 你这一天天 是不是得揍你 啊 是不是有点凉泡 哎 我也还笑你 是弄到哪个上面去啊 这不是 弄到哪个上面去 这是什么 在那个网络上 我们再做一个现场的直播 现场直播 就聊天 吹夸夸 掰龙门针 用重庆话说 掰掰龙门针 听懂没有 我知道 掰龙门针啊 哦 那就对了嘛 是吧 哎呀我的天哪 我有点害羞啊 我没有这样子 没有没想 我们正常聊天就行啊 那个认识我包 我不认识啊 哎 然后那个 我是一个那个什么呢 就是我就不跟他们说 我是富二代了 我就是特别有钱 然后那个 在那个出来做节目 然后那个 做一些现场互动 就是我就能够问一个问题吗 就是一个男人长得很丑 但是家里面特别有钱 而且这个人极度有休养 他会不会找到女朋友 会呀 啊 比如说打个比喻啊 打个比喻 如果啊 就说你是单身 就像我这个形象的 会不会有机会 我来追求你 打个比喻 就假设一下 我已经结婚了 我打个比喻嘛 一表一表堂堂 风流倜傻 牡丹花小石 不是这个石不太对 那个 那个 各方面都很优秀 穿衣服 比较大 得体 比较喜欢休闲的这种 就是那种形象 气质家 然后各方面面 经济实力非常强 啊 能吃的 能 哎呦我的天 哎呦我这个强 那你吓到宝宝了 啊 啊 那个 什么情况 啊 你你怎么什么 如果是你的话 有机会吗 我我 我从来没有 你就想 你没必要 你就说 你就说就行了 就如果你没有谈恋爱 没有男朋友 哦 像你这样的 我会不会介绍 是吧 嗯嗯 怎么说呀 我对人不是要求很高 只要对我很好 就可以了 这是必须的嘛 就是 对 我不是说 他长得怎么样 嗯 只要对人很好 就可以了 那这点 是完全能做得到 我会做饭咯 我会做 哎呦我 我 你这样说 我真的很害羞 很害羞 为什么呢 哎 一个异性的这样说 啊 是吧 其实我跟你说死话 哎 这 你这样是弄上去 然后他们 嗯 我们是在做现场的互动 有粉丝在互动 其实我跟你说个死话吧 我是个gay 什么 我是个gay 我不懂 就是 我是个同性恋 啊 我对女的不感兴趣 就是说 你看我经常就是 摸人家 就相当于跟哥们两个 开玩笑一样 就是你看我这 你看多娘怕 是不是 看出来了没有 哎呦 是吧 我跟女的两个 就像相当于小姐妹一样 真的不要害怕 哎呦我一人害羞啊 你看我靠一下 哎呦你又不得 哎呦我一人害羞啊 那没什么 你做 是不是 是不是有点一脸弄逼的样子 我 你是不是特别排斥我 不是 你这样 我不是就是个同性恋吗 曾经我有个女朋友 我们生爱八年 最后她跟别人跑了 你知道吗 我很伤心 我现在已经绝望了 他们说女人心还底增 摸都摸不透 很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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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想去找到底都没找到底 你是不是跟他两个是同性恋的 然后我跟现在我跟 我发现异性只为了繁衍 而同性才是真爱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能可怜我一下吗 我心里极度内心是恐慌的 内心是那个什么 是没有那个什么 没有方向感的知道吗 姐姐 宝宝今年才24岁 我才为了出来做一个节目 我容易吗 对不对 我就刚才那么假设一下 我就再把我当年的那个形象 我再次再重复一下 我再去想一下 就是看其他的女生会怎么想 知道吗 如果我是这样的话 我会那个 你会接受我吗 我如果不是个gay的话 我是个正常的异性量的患者的话 会吗 哦你是个正常的 我说以前是正常的 现在不正常了 哦现在 现在我出柜了 哦现在你对独性感兴趣了 对对对对对 对异性的话就说白了就是什么 跟小姐妹一样 我都把你当个男的看 真的 一点兴趣都没有 知道吗 然后现在 现在你会接受吗 我说打个比喻的话 就是对你好 男人肯定对你不仅良好 另外 也不是说 也不光说是对好就可以了 还是有感觉的 还是有活好 不是活 不是活好 就是有感觉的 感觉就是说 一定要就是说 感觉满满的 是那个意思吗 是啊 就是你要是进去半天 别人以为你来了吗 我他妈还在 我都干半个小时了 我一直感觉